新智能麥錶我幾年前就在元朗試過它的試用版本 當時的功能就未是好齊全 今天正式啟用了 我們就來到清水灣試一試它方不方便、發不快 新智能麥錶外形上主要多了一顆喬喉曲 電子墨水清楚了很多 加了太陽能板和四個黑色的感應器 使用上它跟舊版是沒什麼分別的 不過就多了一個遙距入錶的功能 要用到這個功能就要下載入錶2這個手機APP 之後再用電話號碼登記成為用戶 然後就可以去到裝有新智能麥錶的停車場或者拍位使用了 另一個不同之處就是它多了不同的付款方式 例如可以用就這樣Dude的拔得通 Visa Master的非接觸式信用卡 Apple Pay、Google Pay等 不想Dude的話都可以用QR Code的形式付錢 你可以用轉數快、微信支付或者支付BullHK 如果用這些方式付錢的話就要開回相關的App 經過我們實試之後 發覺用八達通是最快 幾乎即時就付到錢 而支付寶檔等要scan QR Code的就比較慢 那怎樣才可以用到它的遙距入錶功能呢 首先你一定要親身去到車位入了一次錶先 然後用手機連接錶位 如果你像我一樣 一早已經用了入錶2這個App去付錢的話 好呢 好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千万不要在最后一段时间才入标 否则有机会延长不到 看回很多网民都忧虑 遥距入标是会加剧长期佔用车位的问题 到底有没有解决方法呢? 那我们现在就马上试一试 一部手机最长到底可以拍到多久的车呢? 我们就试了在标位进入了两个钟头 然后在APP显示剩下两分钟的时候 我们就在电话里面延长拍车时间 但最尽都只是可以选到一小时45分钟 并且不可以再用APP去延长 证明它的系统的确是会限制着拍车的时数 以免你做了霸主 不过要留意 其实香港的法例说 同一拍车处是不能拍超过24个钟 不然就算你不断入标都一样会被人抄牌 那如果我想之后才搜索 拍得它回到office才搞 行不行呢? 那我们实试了 那这个QR Code其实过了20秒之后 它就会过期的了 那我们重新入标之后 亦都用不回同一个QR Code 所以也不会怕有人拍照之后 去霸住了位置的情况 新的智能麦标还有另一个功能 就是找位拍车 在麦标上面其实是安装了感应器 可以偵測到车位是否空置 并且在APP上显示 显示绿色就代表可以使用 而显示红色就代表车位被尖用 不过我就认为最稳定 都是去到现场看一看好些 因为可能个个都和你一样 这样想就会变成大家一起去排队 运输署就说 因为这个功能 是由车位的毫米波感应器 去侦测有没有车佔用了位置 而并不会收集到车牌 车型资料 车辆登记编号等等的数据 虽然新的麦标系统 是方便了大家入标 但是对于排队等车位的人 就不太好 因为你可能满心欢喜以为 它就够钟 但可能别人已经摇它 入多了两个钟 那你到时就真的白等了 本生活 乐科技 暗华-K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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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